日本学者大赞基隆美食 芋泥西米露好吃 在政大地震系教授孙正义的陪同下 日本大阪大学教授木多道宏和副教授山田美和 来到基隆参访 并拜会市长谢国良 市长也准备甜点美食和咖啡请贵宾品尝 由于大阪将在2025年举办世界博览会 市长谢国良表示 感谢政大邀请对都市规划学有专精的木多道宏教授到访 也借此机会交流基隆和大阪的城市治理经验与海港观光资源 大阪大学他也是木多教授也是在城市都市计划规划 都市治理方面有很多的专精 大阪在2025年也要举办世界博览会 所以我们很感谢政治大学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把大阪大学的资源带来到基隆来 会一起共同研究对于都市治理方面的一个发展 包括大阪港也有一座摩天轮 所以我们会针对各式各样的都市城市生活议题来深入的讨论 也吸取大阪过去在一个都市治理跟港口治理的经验 大阪即将在2025年举办世界博览会 所以大阪市会有一个崭新的改造 以及更新的计划跟机会 那这个过程非常值得两座城市来彼此交流 甚至交换意见 也有机会通过这样的交流 把一些想法带回来基隆 那帮助谢市长让基隆的未来变得更美好 那我相信呢就是未来我们大阪 还有跟基隆这边一定可以 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共同点 那我们未来一定可以互相的分享各样的经验 然后让我们两地都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市府官销处蔡惠亭科长 都发处林嘉宾科长 教育处吴宇杰科长 与公测会总干事刘启奇 也共同参与这场交流讨论 大阪大学教授说 基隆是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 很开心有这次的交流机会 他也期待大阪和基隆 未来能在各方面持续交流 未来有机会 他也将带大阪大学的师生再度造访基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